我是苍武人才安居职业有限公司的法务总监邓绍川 我代表公司、员工团队、施工企业 以及在工地务工的千余名农民工 实名检举广西苍武县委书记秦雪海 采取黑社会手段、胁迫打压、恐吓威胁 强迫我司将市场价4700元 成本价也要3600元的永安居商品房项目 以低于2900元的价格 借卖给其少部分 根本没有真实住房需求的公务员群体用于炒房牟利 甚至还自算可以随意转烂的公务员购房指标 进一步方便公务员无成本炒房短周期获利 因此行为涉嫌向集体行贿 是违法行为 且会严重损害当地房地产经济 所以我司并未同意 但群雪海为此 直接指令县住建局 拒发永安居及关联项目的预售许可证长达7个月之久 致使我司近4个亿的货值无法交售 7个亿的资金投入却没有任何产出 企业瀕临绝境 为此 我司已向广西住建厅 湖州市住建局投诉 市住建局已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并向县住建局发出书面文件 要求其依法办理两项目预售证 但群雪海顶峰作案 不作非为 继续指令县住建局无限期拖延拒不发证 群雪海在国家稳经济大谈 反烂尾 保交楼的宏观政策下 开历史经济倒车 人为制造烂尾楼 目前永安局项目已经停工 群雪海在当地一手遮天 我司求告武门 迫于无奈 请求上级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还仓务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 以上情况均属时 且有录音及其他证据相走证 本人也愿意配合调查 我是公司策划部主管王汤 我实名举报仓务县委书记秦雪海 我是公司行政主管张伯 我实名举报仓务县委书记秦雪海 我是公司销售主管张绍工 我实名举报仓务县委书记秦雪海 我是公司营销总监韩水平 我实名举报仓务县委书记秦雪海 我是业主代表李海涛 我实名举报仓务县委书记秦雪海